上一节课我们学习了二标题叫财政拨款收支业务 然后学习了三标题叫非财政拨款收支业务 那么接下来第四个标题 预算结转结余及分配业务 这个标题下面的内容相对来说比较抽象一些 那么在讲这个四标题内容之前 我们先搭一个框架 给大家理一下思路 首先说明一下在四标题下面 我们将要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括号一财政拨款截转结余的核算 括号二是非财政拨款截转结余的核算 这两个问题是什么呢 和前面是有联系的 刚才我说了 在二标题里面讲的是有关财政拨款的收支业务 在三标题里面讲的是非财政拨款收支业务 那些都是指业务发生 那么接下来四标题里面 那就是涉及到这两项业务 财政拨款以及非财政拨款 它的结装和结余 除此之外 行政事业单位 还有专用结余 或者是经营结余 或者是其他结余 以及非财政拨款结余分配 财政拨款截转结余 它不参与分配 非财政拨款截转结余 需要参与分配 所以在括号三里面 讲这么四个问题 好了 先知道一下 在四标题下面 要讲这么三个大问题 那么在讲内容之前 我们再补充一个资料 那就是大家不太熟悉的 行政事业单位 就是我们政府会计 涉及到预算会计相关的会计科目 它有预算收入类的会计科目 有预算支出类的会计科目 还有第三部分 就是预算结余类的会计科目 我在这儿归纳了一下 有关预算结余类的会计科目 分三大块 一块叫资金结存 对应的就是资金结存 这个会计科目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相当于这个银行存款 只是在预算会计的方式下 接着第二部分是 财政拨款结缓结余 那这里面涉及了两个会计科目 一个是财政拨款结缓 一个是财政拨款结余 那这两个呢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 括号一的内容 接着是非财政拨款结缓结余 这里面也分两块 其中是非财政拨款结缓 以及非财政拨款结余 是我们今天要学的第二个问题 然后接下来是三个结余 加一个分配 那这个是我们这一节 要学的第一次 三个问题 所以我们首先要清楚了 在四标题下面 我们要讲这么三大部分 这样相对来讲 我们有个框架 有个思维 那下面呢 我们来学习第四标题 下面内容 单位应当严格区分 财政拨款结缓结余 以及非财政拨款结缓结余 前面二标题讲的 就是财政拨款内容 三标题讲的是 非财政拨款内容 我刚才说了 二标题三标题 只是讲业务在发生 那么现在我们讲的是 到期末要结缓 要结余 首先一个问题请注意 财政拨款的结缓结余 它是不参与 事业单位的结余分配的 财政拨款结缓结余 不参与结余分配 所以它只有两个科目 设置两个科目 财政拨款结缓和 财政拨款结余 其实就是刚才 我们这儿所讲的两个科目 而非财政拨款结缓结余 非财政拨款结缓结余 它是要参与结余分配的 所以它要设置 不仅设置 非财政拨款结缓这个科目 非财政拨款结余这个科目 除此之外 它还有非财政拨款结余分配 上面没有 对不对 另外还有其他的一些业务 专用结余 经营结余 其他结余 这三个结余 所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出 这一块呢 又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括号二和括号三 这个部分的 好 那下面我们首先看括号一 讲的是财政拨款结缓 以及财政拨款结余 这两个部分 那么所谓财政拨款 我们前面已经学习过了 财政拨款 我们很多行政单位 事业单位 是靠财政拨款 来进行运营的 所以是同级的财政拨款 比如学校 那么涉及到我们市 某某市所在的学校 比如中学 小学 那么是市财政局 予以财政拨款的 那就是涉及到财政拨款 结缓结余 第一个结缓 事业单位应当在预算 会计当中设置一个科目 叫财政拨款结缓 它干什么呢 它就是将同级的财政拨款 结转资金 那进行核算 在期末年末的时候 除了累计结转 这个民企科目之外 其他民企科目 都给结清了 那这个比较抽象 我们画一个版书 定义资金账户 把它们关系 大致地理一下 这是我们要讲的科目 财政拨款 结转的科目 在年末 我们要把相关的 财政拨款的预算收入 以及财政拨款的 相关支出 要把它进行结转 不是有点像 本年利润账户 是不是 但也不完全像 稍微有点 类似这样理解 在年末的时候 这是什么呀 在财务会计里面 我们前面不是讲过 国库集中支付业务吗 包括直接支付和授权支付 我们收到了 这个收到我们这个拨款 比如业务发生时 财方在财务会计里面 财政拨款收入 同时在预算会计里面 我们要贷什么 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这是当时在二标题里面 讲的是财方的发生额 如果发生支出 我们同时进入什么地方 行政支出 或者是事业支出 这是借发的发生额 那么今天到年末了 我们要把相关的 财政拨款的收支 要把它归集在 这个科目里面 转过来 收入转过来 支出转过来 就可以了 另外呢 我们还可能会发生一些 收回 掉入 退回 掉出 上交 或者注销等等 这些会涉及到 自新阶层 那么增加了 比如我们收进来了 或者说掉入了 那一方面 资新阶层增加 另一方面 归集在财政拨款 截转里面 那如果少了呢 那就财政拨款 截转也 借范少了 然后呢 带资新阶层 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 整个余额汇送下来以后 注意 如果某一个项目 这个 这个业务 这个某一个业务 相关的内容 结束了 有结余的部分 把它截转到 最终一个科目 叫 财政拨款 结余 截转转入 这个民企科目 我们至少要知道 这个财政拨款 截转呢 这是截转的过程 是不是 截转过来 我们在第二个标题里面 讲的是 收入发生 支出发生 会计处理 然后我们现在所讲的 就是要把它截转到 这个科目里面 如果这个业务结束了 整个这个业务结束了 那么有余额 我们把它再转到 这个科目 叫财政拨款结余 如果这个业务 还没有结束 这里面要分明细的了 比如 第一个A业务 B业务 C业务了等等 那么某个业务 没有结束的部分 那么它还有余额 还在这 还不能结过去 业务结束了 才能有余额 转过去 业务没有结束 虽然有余额 还不能转 所以它会有一个科目 明细科目 叫累计结转 除了这个明细科目 它有余额之外 其他的 因为业务已经结束了 所有的都转到这来 所以最终 余额是到这来了 好 这样的 有个框架 一个脉络比较 相对比较清楚一些 知道它在做什么 是不是 我们只是看你 看书上分路啊 或者说看这个科目的介绍 其实比较抽象 毕竟我们很多同学 在工作当中 没有从事这个 你工作当中做这个 还好 稍微还好一些 实际上我们在单位里面 做的比这个简单的多 在比如有些同学 是事业单位 或者这个行政单位 其实它的业务量比较窄嘛 所以它并不会像我们教材上 介绍的这么全面 所以也不是很熟悉 因此我们通过这个图表啊 通过这个版书 相对来讲 我们了解的 理解的我们在干什么 是不是 我们在做什么事情 好了 这是第一个 接着第二个是财政拨款 结余 那么同样的是涉及 核算什么呢 同级财政拨款项目 资金 结余资金 那就是到这来的呗 是不是啊 就是这个科目主要是核算 这个余额到这来了 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 最终到年末的时候呢 它有个累积结余 这个明习科目 其他明习科目 咱也不介绍了 没有余额 接下来第二部分 刚才括号一讲的是 财政拨款 结转结余 那么主要是针对什么 同级的财政部门 拨款 财政拨款 那么括号二是 非财政拨款 结转结余 非财政拨款 结转结余 是非同级财政拨款的 专线资金 非同级 专项 抓住这两个名词 比如打比方说 某某市 这个人民医院 这是医院 是事业单位 然后呢 市卫监委 有一些拨款 有一笔专项资金 要开展专业活动 那么对于这个医院来说 收到这笔钱 那这个时候 那就是一个 非财政拨款的问题 那么同样设计了两个方面 一个是结转 一个是结余 结转 那就是针对非同级财政拨款的专项资金 收入和支出把它归集在一起 也给大家画个图表来说明一下 第一 比如说 事业单位 事业预算收入 对于这个财务会计来说 它叫事业收入 是不是 事业收入 在预算会计里面 因为我们现在所讲的标题 注意 四标题 所有内容都是预算会计 下面要进行的账务处理 比较抽象一些 因为前面我们讲的业务呢 它既有财务会计 又有预算会计 那么我们跟着财务会计去理解 比较容易理解一些 因为财务会计 类似于我们的企业会计 是这样一个道理 好 那么事业预算收入 当然等等 还有其他的 比如其他预算收入 我们前面不是讲过 比如捐赠收入 还有什么其他的 那叫其他预算收入 还有债务预算收入 是不是 等等等等 那么像这一些呢 这里面的什么呢 注意 这里面合算内容比较多的 有专项资金 有非专项资金 那么对于专项资金这一块 是在收入里面 支出呢 相关的支出呢 在事业支出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要把它也 像刚才财政拨款 结转一样 也是把它结转到 这个科目里面 如果是收到的部分 那么增加 支出缴回的部分 要是上缴的 那么就减少 好了 最终有个余额 另外还有一个第三步 我们根据相关的规定呢 还要从非财政拨款 结转里面 要寄提一定的比例 到 寒照一定的比例呢 要提取管理费 寄到非财政拨款 结余里面去 然后最后 最后我们根据相关项目 这些业务啊 结束了 比如某一项业务 科研 专项资金 那这个专项 这个业务 科研业务 任务结束了 那这个业务结束以后啊 有余额 像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财政拨款 结转一样 有余额 把它结转到这儿来 没完的呢 还没有结束的 这个业务呢 当然还在这儿咯 所以它有可能 有这个余额 在累计结转里面 像这些科目 这个科目 还有这些科目啊 我们在每个年末 都把它结为零了 所以最终余额到哪了 到非财政拨款 结余这儿来了 那么所以第二个讲的 就是实践和刚才 道理是一样的 就是针对什么业务啊 非同级财政拨款 专项资金 它的结余 结余以后到这儿来了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给大家呢 就这个非财政拨款 结余呢 也画个第一次金账户 整个一个图 这个图还是比较多的 不仅仅这一些啊 下面还有 是连着的 我们这个一页放不下 首先你看一下财政 非财政拨款结余 这一块 这一块是我们刚才在 讲非财政拨款 结转的时候说过的 这不就刚才那个 三嘛 提取管理费 提取管理费 然后业务结 结束的业务呢 把它转到这儿来了 是不是 转到这儿来 好了 还有呢 收到的业务 缴拉锁的税 那么涉及到的 通过这样的处理 没完 接下来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些 比如其他结余 我们刚才在 待会在括号三里面 会讲到 有其他结余 其他结余 主要是行政单位的 行政单位的 其他结余 直接转到 非财政拨款 结余里面去 待翻余额 接翻余额 就看你这个余额 在哪个方向 反正总而言之 要将其他余额 要其他结余 这个余额要结平 结为零 必须是零 那如果是事业单位 请注意了 事业单位 它也有其他结余 它的其他结余 不是直接转过来的 它的其他结余 我们后面会讲到 先转到 非财政拨款 结余分配里面去 然后再一并转到这来 所以事业单位 主要是接转 非财政拨款 结余分配 我们刚才 我们也提到 有这个科目 是不是 待会还会讲到 这个科目 那么相关的 比如说 我们待会讲的 金银结余了 还有其他结余了 事业单位的 其他结余了 金银结余了 都要转到 这个科目里面来 然后这个余额呢 汇总到 非财政拨款 结余里面去 相当于叫分配呗 也算分配嘛 去向 全部到这来了 它不像我们 企业里面 企业里面 我们把利润分配 所有的都结转到 利润分配以后 余额就在 利润分配里面 叫未分配利润 是不是 但是这个 行政单位 事业单位呢 比如这是事业单位的 事业单位这个呢 它还要再做 进一步结转 到结余里面去 相当于 再把它分掉 分到哪儿去 分到结余里面 分配就为零了 这个分配就为零了 那么请注意一下 我刚才说过 这儿画的这个图呢 其他结余是 针对行政单位的 可以直接转到 非财政结余 拨款结余里面去 行政单位 没有这个科目 行政单位的 其他结余 是直接转过来的 那么事业单位 它有其他结余呢 它是先到这儿来 再转过去的 好 最终都还到这儿来了 那么它有一个余额 叫雷纪 结余 我们大致的了解一下 它整个的一个 核酸的思路就可以了 接下来一个提示 交了所得税 我们前面提示大家 一个交了增值税 是不是 叫因交增值税 民息科目 因交税金 如果本月交本月 括号以交税金 那么如果企业 交了所得税呢 交了所得税 在财务会计里面 一个科目叫 其他因交税费 其他 好 还是我前面说的 人家科目就是那么任性 他不像我们企业会计 企业会计里面的科目 比较标准化的 他就是比较任性 他说我这叫 其他因交税费 我在增值税里面 我叫因交增值税 一级科目 然后因交税金 那么他这叫 单位因交所得税 然后代银行送完 那如果是预算会计呢 因为这是涉及到 预算管理的 需要同步合算 两条线 双轨支的 财务会计 预算会计 预算会计里面在这 非财政博款结余 非财政博款结余 那实际上 如果我们前面 交了走的税 是不是 在这 代方代资金结存 其实就相当于 代银行送完 理解为相当于 代银行送完 那从这里面 可以看出呢 这个时候实际上 是非财政博款结余 减少了 在这 减少了 接下来第三部分业务 那就是三个结余 一个分配 专用结余 经营结余 其他结余 以及非财政博款结余分配 先看第一个 专用结余 专用结余呢 主要是针对 事业单位来说的 那就是 专门用途的资金 比如我们后面会讲到 专用基金 在财务会计里面 对应的叫 专用基金 在预算会计里面 对应的叫 专用结余 比如企业要提取 职工福利基金 或者说 要计题 科技成果 转换基金 像这一些呢 要通过专用结余来核算 这个科目主要是核算这些内容 那这个科目 一般情况下 是有可能会有余额的 那就是 提取以后啊 他就再代盘一个余额 如果发生支出了 从界方去截转 那么期末 这个余额有多少 那就 那就放在那儿就行了 第一步 提取 从本年度 非财政博款结余 或者经营结余里面 提取 按照规定 那提取的分度怎么做呢 其实这个业务 我们前面好像讲过了 那么看一下 第一步 提取的时候 财务会计在这儿 叫借本年 利益 盐余分配 我们后面还会讲到 讲到这笔分路啊 本年 盐余分配 属于净资产的科目 这个业务还没讲到 净资产的科目 代方代装用基金就增加了 相当于 这相当于什么 这相当于利益分配 要提取 同步 预算会计里面 它是寄到什么科目 叫非财政博款结余分配 代专用结余 这就相当于在分配 非财政博款结余分配 代专用结余 这是第一步 提取 增加了 是不是 第二步 使用 使用的时候 那就少了呗 比如发放职工福利 借专用基金 在银行存款少了呗 那这个就是借专用结余 所以那是专用结余 这个很好理解 刚才第一个结余 叫专用结余 第二个结余 叫经营结余 经营结余 也是针对事业单位的 事业单位 事业单位 比如我们在学校里面 我比如说 我之前在上海财经大学啊 哎 他们 我比较了解 他们呢 怎么 呃 搞一些培训班 是不是啊 会计学院里面 有 NBA 培训班 是不是 有财务总监培训班 然后有CPA的培训班 会计资深的培训班 还有什么呢 比如像什么 这个会计硕士 还有其他等等 ACC啊 好多好多 很多项目 要搞一些 创收吧 是不是 还有其他的学院呢 也有相关的一些培训项目 那这些就是一些经营活动了 那经营活动的话 涉及到一个科目 叫经营结余 经营结余 那就是把经营活动当中收支 经营的这个预算收入 经营的支出 也把它汇总在一起吧 汇总到哪个科目 叫经营结余这个科目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呢 这个余额要弥补 以及年度经营亏损 可能半半给亏了 那么要弥补这个亏损 一个余额叫经营结余 我也画一个 待会也画一个定次型账户来说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是经营结余 结余结缓什么呢 把经营预算收入 在预算会计里面 我们对应的科目叫经营预算收入 产生有多少 本来在贷方 今天从界方结调 然后经营支出有多少 也不来结调 结到这来 但是我得提醒大家一个问题 要注意一下 要注意一下 结缓以后不是有个余额了吧 是不是啊 然后这个余额我们要干什么呀 我们再把它结缓到什么地方去 叫非财政博物馆结余分配 非财政博物馆 这块业务 经营活动这一块业务 有个余额 转到这来 但是请注意 有可能余额在贷方 这么一个金额 是不是啊 这个表面在贷方 我从贷方结转过去了 但是如果 也有可能什么 也有可能经营结余 支出大于预算收入 半般亏损了 是不是啊 可能没招起来 这什么什么情况 发生亏损 在这种情况下呢 不就出现一个贷方余额了吗 那如果是贷方余额 请注意 不可以结转 不可以结转 为什么呢 你想也有道理的 你半般赚钱了 然后呢 给学校的老师啊 或者行政啊 管理人员 那就有福利了 是不是 那反过来说 你办办亏损了 没办成 没办成呢 然后这个 借翻的余额是亏损 相当于是亏损 你转到这来了 那其实把其他的活动啊 就给抵消掉了 是不是 也就是啊 你赚钱了 有福利发 你亏钱了 然后靠别的 靠其他的项目去弥补 其他的业务去弥补 那不可以的 所以经营结余比较特殊 这算一个考点 如果是代翻余额 那可以把它截过去 如果是借翻余额 那就挂在这 表示经营亏损 那就挂在这 不可以转过去的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说了一下 年末 如果是代翻余额 那就把它转过去 转到非财政部款 结余分配里面去 但是如果是借翻余额 表明是经营亏损 所以不得截转 因此呢 到年末结战的时候 一般是余额的 因为一般都是代翻的 所以就结轻了 没有余额的 但是如果是借翻 那就表明是经营亏损 因此我们前面这说了 经营结余什么概念呢 是本年度 经营收入 经营一算收入 减去经营支出 然后余额再去弥补 如果有的话 还要去弥补上一年度的 以前年度的经营亏损 以后的余额 这样的理解 这个还是比较很好理解的 接下来是第三个 叫其他结余 所谓其他结余 是指除了我们前面 在二标题里面 讲过的财政拨款收支 三标题里面 讲到非财政拨款收支 然后我刚才还提到的 经营收支 以外的 以外的各项收支 除了刚才一和二 以及这个收支 以外的各项收支 比如说 比如说 非专项资金 非专项资金 我们这儿讲 刚才讲的是什么呢 是专项资金 这是专项资金 在非财政拨款的那一块 然后这个呢 比如非专项资金 那非专项资金这一块呢 我们再转到哪儿去呢 是在其他结余里面去的 好了 这是其他结余 就除了这三个以外的 各项收支 那么接下来 再看第四个 就是非财政拨款结余分配 就是我们最后一个 分配 这是也是针对 事业单位的 针对事业单位的 那这个呢 在核算时 第一步 其实刚才提到了 将其他结余 科目余额 其他结余注意 我们前面不是画过来 个丁子银商户了吗 其他结余 那是 不管是贷房还是借房 都给他解过去 金银结余 只有贷房可以转 那借房是不能转的 都给他转到哪儿去 转到非财政拨款结余分配的 科目里面去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提取专用基金 这个分钟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提取专用基金 基金的时候 涉及到非财政拨款结余分配 相当于在分配 提取了这个基金 代专用结余 第三步 完成删入处理以后 再把这个非财政拨款结余分配 转到结余里面 这才是最终的结余 下面画一个定期账户 主要是针对事业单位来说的 因为这个科目是事业单位的 不是行政单位的 因为我们的政府会计 包括行政单位 包括事业单位 第一个 金银结余这一块 我们刚才是不是画过图了 最终把金银预算收入 金银支出 转到这个科目以后 如果是贷房余额 如果是贷房余额 我这标了一下 金银结余 如果是借房则不借转 如果是贷房余额 把它转到这来 是不是其他结余刚才也说过了 其他结余转过来 直接把余额转过来 所以这两个科目肯定是为零了 当然这个是不一定的 这个是不一定的 刚才这有解释 这个科目肯定是为零了 然后第二步是 这是实际上是结余过来的 结余结过来的 接着下面这两个 就相当于都是分配 第一个分配 我要提取专用基金 比如说职工福利基金 我要提取 借非财政博管结余分配 带专用结余预算会计核算 第二个 剩下的余额 剩下的余额 我们相当于也是分配 这个余额全部要结掉的 结到结余里面去 也视为是一个分配 转到这个结余里面去 所以这个余额一定是为零的 一定是为零的 分配只是分配 这就是分 相当于是去向 是不是 我刚才已经说过这个问题 他不像我们 这个科目 既类似于我们企业里面的 叫利润分配 又不相同 我们企业里面利润分配 这余额留在这 叫未分配利润 但是行政 但是事业单位 它不是这样的 事业单位这个余额呢 把它再转到结余里面去 这个 所以这个结余分配 科目就为零了 好 那么到这为止是我们 给大家介绍了 第四个标题 有关预算 截转 结余的 会计核算 主要是三个方面 一个是财政拨款 截转 结余 涉及到财政拨款 截转 财政拨款 结余 第二个是非财政拨款 结余 也是两个方面 第三 那就是三个结余 一个分配 专用结余 经营结余 其他结余 以及非财政拨款 结余分配 它的会计处理 好 这是第四个标题 那接下来 我们再看 第五个标题 是净资产 这个净资产要注意了 这是实际上是 财务会计了啊 我书上呢 因为它不完整 它不是全面系统的 介绍这一页 它是把主要一些业务 才介绍 所以在四标题里面 讲的是预算会计相关的 预算结余的会计业务 所以我在前面 补充了一张 会计科目表 是预算会计中 预算结余类的会计科目 总共有几 当时有讲的有几个 财政拨款结转 财政拨款结余 是一对 是不是 然后第二对 是非财政拨款结转 非财政拨款结余 这是第二对 然后后面还有四个 三个结余 一个分配 总共这些科目 那么接下来是净资产 净资产注意 是财务会计的要素 要注意区分开来 我们刚才四标题 讲的是预算会计的要素 那么这是财务会计要素 资产 负债 净资产 是不是 那么财务会计里面 净资产呢 主要是包括两块 一块是累计实现的盈余 另外还有一个 无产掉波的净资产增加的 在这呢 我也给大家补充一下 会计科目 因为我们熟悉了整个一个 宽价 哪些内容 属于这里面会计科目 这样我就熟悉 否则我们在学的时候 实际上没有 没有一个概念 有没有一个宽价 搞不清哪些是归哪些 还是 这里面我再说明一下 主要是呢 这一张内容 应该说我们不太 愿意花太多时间 所以呢 就是对老师来讲 就是也很累 因为你要 要讲 讲得完 完整 充分 细致 就需要花时间的 但是我们 这一张 不允许我们花太多的时间 毕竟也就是 按照以往情况来讲 是每年考个两分的题的 一般情况都是两分题 所以呢 这一块请大家注意一下 我什么意思呢 没有完整的去介绍 所以呢 我们书上这些东西 我们看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宽价 其实呢 他这一块讲的时候 我说明一下 我先把所有的 净资产内的科目给你列出来 就像我们学会计一样 哪些是资产类的会计科目 哪些是负债类的会计科目 哪些是所有的权益类的会计科目 那么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在学这个政府会计的时候 我们要清楚哪些属于净资产类的会计科目 有以下 一累计盈余 第二专用基金 第三 权益法调整 这是啥意思啊 这其实类似于像我们学企业会计里面 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待会后面把这个诱讲一下 大家就知道了 还有呢 本期盈余 本期盈余 这个相当于什么 有点像类似 类似于叫本年利润 所以在年末结战的时候 本年利润还有吗 没有了 那他呢 他也是没有了 接着下面一个 本年盈余分配 这有点类似于我们企业会计里面叫什么呢 叫利润分配 但是不同的是 企业会计里面利润分配余额 如果有余额是挂在那的 叫未分配利润 但是在行政事业单位里面 就是这个单位里面 政府会计里面呢 这个余额是要解到 累计盈余里面去的 所以他没有余额的 还有一千年度盈余调整 我们在企业会计里面 不是有一个叫 一千年度随意调整吗 是不是 他没有随意 这个呢 叫盈余调整 这个也是没有余额的 也是要解过去的 还有无产掉拨净资产 行政上一个划分 上级主管单位掉拨净资产 这些净资产也是解转到 盈余里面去的 所以这些几个科目 都没有余额 那这几个科目 它是可能会有余额的 好 先是大致聊一下 这七个明细 七个科目 净资产率的会计科目 首先要注意啊 这是财务会计里面的 我们在学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两条线 财务会计下面怎么做 预算会计下面怎么做的 那下面一个一个介绍 首先括号一 本期盈余 以及本年盈余分配 本期盈余 先看一下第一点啊 本期盈余 本期盈余 我在这写了一下 类似于企业会计的本年利润 你把它结合它的理解 关键是理解 它实际上是把单位 本期的收入费用相比 这样一个余额 不就相关于本年利润 把收入成本结转吗 年末的时候 我们要把本期盈余 转到哪去 转到本年盈余分配里面去 类似于我们企业会计里面 将本年利润转到利润分配 不就好理解了吗 是不是 接下来第二个 叫本年盈余分配 本年盈余分配 类似于利润分配 类似于企业会计里面利润分配 我们结合它 再去理解它 第一 年末刚才已经说过的 将本期盈余 接转到本年盈余分配里面去 借方或者贷方 反方向接转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根据规定从本年度 非财政部款 介于或者经营介于当中 提取专用基金的 还记得前面讲过这个分路吗 借本年盈余分配 带专用基金 带专用基金 这是在财务会计里面合算 这笔分路 我们刚才还讲过什么呀 讲过预算会计下合算 那就是借非财政部款 结于分配 然后呢 代表带专用结余 然后第三步 再将本年盈余分配 还要转 这个余额是为零的 还要转哪 最终转到累计盈余里面去 画个定期账户看一下 本期盈余转过来 本期盈余是前面已经结过的 是不是 在第一步里面结过的 转到本年盈余分配里面去 这是 这是结转过来 然后接着就是分配了 财务会计下分配 提取专用基金 这是分配 第二 结转结余 结转到哪里去 结转到累计盈余里面去 所以这个余额是为零的 下面再看第二个 第二个 刚才括号一讲了两个 讲了两个 本期盈余和本年盈余分配 那么括号二是专用基金 这个对应的就是前面讲的叫 专用结余 是不是 专用结余 也就是有关职工提取 职工福利基金啊 还有科技成果 这个转换基金等等 那么在提取的时候 哎 这个方向已经看过过几遍了 是不是 财务会计里面叫 借本年盈余分配 代专用基金提取 对应的预算会计里面 是借非财政博款 结余分配 非财政博款 结余分配 带专用结余 第三个问题是无产调波 无产调波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无产调入 第二种情况 无产调出 如果是调入增加了 是不是啊 增加了 比如无产调入 一项固定资产进来了 我们按照什么金额出占呢 按照调出方的扎命价值 无产进来的 所以我们按照 对方的扎命价值 加上相关税费 当然了 如果对方的扎命价值为零 或者说对方的这个资产本身就是民营家 民营金额一块钱入战的 那除外 这个待会再说 然后代方代银行存款 我们付的相关的税费 就对应的是这一部分 所以对应的这个扎命价值 其实就直接增加了我们的净资产 叫无产调拨净资产 这是财务会计 预算会计里面 对于固定资产这一块 它没有涉及到现金收支 不要算 不要管它了 不用进行编制分落 但是如果涉及到了 有相关税费发生 那么代资金结存 进入其他支出 这预算会计 第二 再看无产调出 我们要调出去 调出直接按照 我们账面上的账面价值 或者说账面余额 直接减少 这不就账面价值吗 账面价值 那叫借无产调拨净资产 这是一个净资产账户 借方表示减少 然后有相关税费呢 我就带银行总款 记住资产处置费用就可以了 资产处置费用 那么如果有相关税费 它就寄到这儿来 寄到其他支出 那如果没有这个 它就会做分落 第三步要截转 因为刚才有调入啊 无产调入有无产调出 随后把这个无产调拨净资产呢 无产调拨净资产 最后算一个净资产的余额 是借方和贷方 总而言之 把它转到哪儿去 转到累计银语里面去 所以这个科目 年末没有余额 余额是为零的 最终都到哪儿去了 到累计银语里面去了 我们刚才讲的 括号一里面的 括号一里面的 本期银语转为零 到这儿来了 本期银语分贝 也是到累计银语里面去了 是不是啊 所以它余额都是为零的 这两个余额都是为零的 那么专用基金 它是有余额的 那接着无产挑拨金资产 这个是没有余额的 V0都转到哪儿去了 叫累计银语 第四是权益法调整 这啥意思呢 我们在事业单位啊 可能也有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我得说一下啊 事业单位长期股权投资 第一 既有可能有长期股权投资 第二 长期股权投资 也要分成本法和权益法 像企业会计一样 也有成本法和权益法支分 那如果是权益法下 被投资单位除了净损益 除了利润分配以外的 所有的权益变动 我们就寄到净资产 哪呢 叫权益法调整 啥意思呢 我们这个权益法调整 类似于叫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我们企业会计里面的 啥意思呢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第一步 第一步 被投资单位除了净损 或者利润分配以外的 所有的权益变动 比如增加了 那么按照我们的份额 我们按照份额增加 借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变动 带权益法调整 这不就相当于 类似于我们在企业会计里面 权益法吗 是不是 我们那儿记得 叫带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是不是 那么在事业单位里面呢 我们这叫权益法调整 给他取了个名字 叫权益法调整 那如果少了 那就做相反的会计分路 所以我在这儿 刚才写了一个 类似于这个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我们结合了一个业务 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当我们将长期股权投资处置时 那个权益法调整 转到耳心 转到投资收益 这不就类似于 我们在企业会计里面 权益法下 当企业将权益法下 核酸的长期股权投资处置时 要将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转到投资收益 它也是转到投资收益 下面第五个问题 叫以前年度盈余调整 我们在企业会计里面 叫什么 叫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干什么呀 就是调以前年度的盈余调 我们在企业会计里面 就调以前年度损一般 是不是 那么在事业单位里面 我们叫 或者说行政单位里面 我们叫调整以前年度盈余 那这个以前年度盈余调整 这个余额呀 最终也是转到 累计盈余里面去 所以这个余额为零 编制这样的分路 转到哪去了 转到累计盈余里面去了 不管是借房余额 还是贷房余额 都转到累计盈余里面去 下面第六个 那就是最终都到哪去了 都到累计盈余里面去了 它是反映 历年所实现的盈余 兼扣除盈余分配之后的 累计的余额在这 以及无产掉入掉出资产 所产生的净资产的变动 因为无产掉拨净资产 无论是贷房余额 还是借房余额 最终都转到累计盈余里面去 所以最终余额都到哪了 到累计盈余这一块 好 这就是有关净资产的相关业务 相对来讲比较容易理解一些 只是呢 比不熟悉 比较陌生 接下来第六个资产业务 首先括一 资产业务的几个 共性的内容 第一点是资产的取得 第一种取得方式 接受捐赠 非现金资产 比如接受固定资产的捐赠 那么对于这个业务在核算时 注意一二三四 这一块应该说是个考点 可以选择提的 我们在接受捐赠 比如接受了固定资产捐赠时 我固定资产什么金额入战呢 分四种情况 第一 如果有相关凭据 比如有发票 那么我们就相关凭据上 注明发票上的金额 加上相关的税费 第二 如果没有发票 但是按规定要经过资产评估的 当然我们就顾 那就按照资产评估的价值来入战 加上相关税费 第三 既没有发票 也没有评估 那怎么办 那就按照类似资产的资产价格 资产价格来入战 第四 没有发票 也没有评估 也没有类似的资产 那怎么 不知道 不知道的一块钱 所以这一块是可以出题目的 要注意一下 接下来第二个是无产调入资产 第一种方式 我接受捐赠增加的 第二是对无产调入进来的 我们前面不是学习过无产调入 无产调波进行资产 包括有调入或者调出 那增加 增加就 调入就增加 那么在无产调入情况下 我按照什么金额如战呢 原则上按照对方的张宾价值 加上税费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前面讲过的 但是如果对方张宾价值为零 或者说对方上就是 他本身在取得时就一块钱入战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没有了 那么注意 有一个问题要注意 本来是正常情况下 对方有张宾价值的 我要把这个相关税费要加上去 加到固定资产成本里面去 现在对方张宾价值的 为零或者说民意 民意金额为一块钱 张宾价值是一块钱的 那么此时我没有 是不是 我没有要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税费怎么办 那就不要寄到固定资产成本里面去了 就记住当期的费用就可以了 好这是第二 是无产调入的 第三是 非货币资产交换的 我们在企业会计不是学过 非货币资产交换吗 按照评估价值 换处资产的评估价值 你看一下 是不是类似于我们企业会计 换入资产成本 等于换处资产的公运价值 收到补价要减去 支付补价要加上 再加上相关的 与换入资产相关税费 今天也是如此 只不过它叫评估价 收到补价要减去 支付补价要加上 然后再加上 与换入资产相关的相关支出 道理是一样的 接下来是处置 刚才第一个是增加 增加固定资产 增加资产 我以固定资产为例 那么第二个是资产处置 资产处置 注意将扎平价值转大而去 我们在企业会计里面 叫固定资产清理 然后到资产处置损益里面去了 正常的处置 那么在单位里面 在政府会计里面 这一块叫资产处置费 那如果有盘盈盘亏 报费回损 那还是像前面企业会计一样 记住贷处置资产损益 然后再最终核算 好了 这是第一个 讲的相关的资产的一些共性 那接下来呢 第二个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呢 在进行会计核算时 注意分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 是我收的这个应收账款呢 要上缴财政的 另外一种情况 我收了以后就是我们的 不上缴财政的 所以这一块分两种情况 第一 如果你收回来的应收账款 是不需要再上缴财政的 那这笔钱就是我们的 是不是啊 那如果是我们的 请注意 在产生 有预计有产生坏战的情况下 我们要具体坏战准备 进而呢 叫其他费用 其他费用 然后代方代坏战准备 前提是 收回以后不需要上缴财政的 不需要上缴财政的 那是我的钱 是不是啊 那么如果有坏账 我当然要提了 反之如果上缴财政的 收回以后要上缴 那我实际上是代收代付 我上缴财政的 那么注意 确实无法收回的这一块 要予以合销 我不是有一个应收账款吗 但是收不到了 确实无法收不到 确实无法能收到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要予以合销 怎么合销呢 不提坏账 注意要不提坏账 这种情况下是不提坏账的 又不是我的钱的 我提什么坏账的 是不是 收了反正也不是我的 坏了也坏了 坏了我就把我的债权充掉 同时把我的负债也给充掉 什么意思啊 因为我还要删缴财政 所以我再代发一个应角财政款 应角财政款是一个负债类的 那今天这笔钱没有了 没有了 我就我的资产也没有了 我也不删缴了 是不是 跟我没关系 反正不是我的 所以这个时候借应角财政款 带应收账款 对冲掉就可以了 一个资产 一个负债对冲掉 所以这里面注意 如果收回来这笔钱 不需要上缴财政 属于我自己的钱 如果有坏账 要具体坏财政准备 反之收回来以后 如果这笔钱收回来以后 是需要上缴财政的 那么即使发生有坏账 收不回来 我也不需要提坏财政准备 我直接合销就可以 在确定无法收回的时候 我可以直接合销 对冲一下 将应收账款 与负债应角财政款 对冲 OK 第三个是库存物品 那次于我们企业里面的 就是从货了 是不是 包括材料啊 DG号评等等 那么这一块写了个提示 就是下列资产 不通过库存物品核算 科目核算的 在一些选择题里面 说法对错 这个考到后面的 就是很多具体的业务 相对来讲 比较抽象一些 比如在单位里面 随买随用的 零星办公用品 这个就直接到费用里面去 不要通过库存物品了 还有第二 第三 第四 大家自己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讲 固定资产 第一取得时 其实我们前面讲过了 那么这里面呢 又具体讲固定资产 第一个是 如果是融资租赁取得的 按照租赁价款 加上相关税费 再加上其他的支出 作为融资租赁取得的 固定资产的入传价值 如果是接受捐赠 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 是一到四 四种情况 是不是 有凭证的 没有凭证的 等等等等 要评估的 既没有评估 也没有凭证 也没有同类市场的等等 什么民意金额1234 这是要掌握的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第三个是 无产掉入的固定资产 无产掉入我们前面说了 无产掉入正常情况下 我们是按照什么 按照对方的占命价值 是不是 按照对方的占命价值 那么如果对方占命价值 没领的情况下 我们怎么办 我们就直接按照 对方的占命余额来计就行了 其实对我们来说 占命价值是没有的 我们增加一个固定资产 同时增加一个累计折救 它叫固定资产累计折救 其实这两个金额是相等的 占命价值还是没有的 占命余额主占的 那如果是对方是民意金额的话 那民意金额 我们直接就是寄到 无产调破经济资产里面去 按照这个民意金额 一块钱就行了 接下来第二个问题 固定资产是要体折救 按月体折救 下列各项固定 但是下列各项资产 12345这一些 比如民意金额的固定资产 那就不需要体折救了 接下来因改阔间的固定资产 改阔间这不相当于固 我们企业会计里面 也说到这一些吗 是不是 那要怎么样 重新确定它的固定资产 折救连线 因为改阔间以后 可能使用寿命大大延长了 所以要重新确定 折救的年限 另外呢 如果有盘盈 无产调入 接受捐赠 置换等等方式 取得的 那么我们要按照 善可使用年限来体折救 另外呢 固定资产安月体折救 单月增加固定资产 注意单月就开始体折救 这和企业会计不一样了 企业会计单月增加固定资产 从下个月开始体折救 那么政府会计里面呢 单月增加固定资产 单月就开始体折救 单月减少 那单月就不再体折救 这个可以理解的 另外固定资产提足折救以后 提足折救以后 无论能否继续使用 都不要再提折救了 这个和企业会计是一样的 还有提前包废的固定资产 也就不要再补击 这和企业会计也是一样的 第三个问题是固定资产清查盘点 要通过什么科目呢 叫贷处理财产损益 这个科目是一致的 所以就多花时间 接下来看无形资产 括号五 专门是针对自行研发的 无形资产 先是讲一个总的一个原则 一 对于单位自行研发项目的支出 像企业会计一样 也是区分两个阶段 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 研究阶段发生时 记录当期费用 叫业务活动费用 开发支出呢 形成预计形成无形资产的最终是到无形资产里面去 如果最终未形成无形资产的记录当期费用 科目就是业务活动费用 这个我们企业会计的前面这些说法和企业会计有点类似的 除了最后这个 那接下来第二 自行研发项目尚未进入开发阶段 或者确实无法区分 是哪个阶段的 那么 在按照法律程序 法律程序申请无形资产 依法取得的注册费 聘金律师费 作为无形资产 这个和企业会计不太一样 要注意在 单位里面 在政府会计里面 注册费聘金律师费 作为无形资产 接下来有关自行开发无形资产的账务处理 第一 设置一个科目叫研发支出 这个好熟悉 是不是 分两个阶段 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 第一 如果是研究阶段 先记到研发支出 叫研究支出 这个企业会计是不是类似的 同时到月末 月末要将研究支出 研发支出的研究支出 这个金额转到损益里面去 转到当期费用里面去 它不叫损益 转到当期费用里面去 那我们企业会计里面 不是转到管理费用吗 是不是 转到损益里面 叫管理费用 它这叫业务活动费用 再看开发阶段 开发阶段 先是通过研发支出 叫开发支出 叫开发支出 达到预定用途 形成无形资产了 我们再把它转到哪去 转到无形资产 这和企业会计是不是类似的 第二个问题 那就是要注意 在每年年末中了呢 要评估是否能够达到预定用途 如果预计不能达到预定用途 形成不了无形资产 那还是要把这个研发支出 开发支出要转到当期费用 也就是业务活动费用 那这个讲完以后 给大家画一个版数 把刚才内容整理一下 在政府会计里面 研发支出 也是分两个阶段 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 研究阶段支出 我们先记录研发支出 研究支出 在月末转到业务活动费用里面去 和企业会计是类似的 第二开发阶段支出 开发阶段支出 开发项目尚未完成的情况下 尚未完成的情况下 在年末预计不能达到预定用途的 那么怎么办 原先以为是开发阶段 我们把它寄到研发支出 开发支出里面 那现在预计不能达到预定用途 还是要转到业务活动费用里面去 预计能够达到预定用途的 当然是保留在 研发支出 开发支出里面去 然后在开发项目完成 且达到预定用途 这种再有研发支出 开发支出 完成了 打到预定用途了 这种肯定转为什么 转为无形资产 这样的理解 这是把刚才无形资产内容 归纳了一下 接下来第六个资产 叫受托代理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 比如 受委托人的委托 要指定专赠一批物资 有捐赠人 委托我们单位 向指定的受益人进行捐赠 那么这个资产呢 叫受托代理资产 还有受托层储保管 层储保管在我们的物资 甚至还有什么情况呢 还有一些法木的物资 比如海关 海关呢 没收了这组资物品 那么保管在这 这个海关这 海关属于政府会计啊 那么都是属于受托代理资产 合算内容 但是要注意 如果受托代理资产 比如接受 这个指定专赠的 是现金银行存款的 不通过这个科目 而是直接通过 库存现金和银行存款科目 下面一个提示 要注意一下 对于受托代理资产 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资产 作为单位来说 是不拥有它的控制权的 因为不符合资产的定义 和确认条件 所以呢 我们不应该作为一个资产来 不应该作为一个资产 反映在我们的资产负债表里面 那这个时候要注意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受托代理这个资产 同时也相应的 还产生了一个义务 要通过受托代理负债这个科目 那这个科目是按照 刚才所确定的 受托代理资产的金额 等金额的确认和计量 正是因为不符合资产的定义 所以它本质上 不是不属于单位的资产 因此我们在资产负债表上 我们书上没有讲到这个问题 我在这补充一下 在资产负债表里面呢 我们在企业会计里面 是把它加到存活里面 再加一个再减一个 是不是就没了 那么在政府会计里面呢 它在非流动资产下面 单独列一个出来 叫受托代理资产 表示什么意思 表示这不是我们的资产 但是要加强核算 要在报表里面反映出来 所以单独列一行 在这摸摸摸一个数字 期末多少年出多少 同时受托代理负债 也是这样的 也在非流动负债下面 单独列一个出来 这个是一个特殊的问题